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渴望得到真爱 真爱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当女人在跟男人开始一段恋情后 女孩考虑最多的应该就是 是这个男人对自己是否是真爱 是否能结婚 能否相互搀扶 陪伴过一辈子 如果一个男人敢在里面 前毫无保留地暴露这五个方面 说明对你是真爱 一定要狠狠地抓住这个男人 一 坦诚跟信任是最能考验人的 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对你坦诚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积极跟你沟通交流 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秘密 同时他也是最信任你的人 只要心里有事只会想着对你一个人说 就算两人偶尔闹矛盾了 他也不会对外人抱怨你的不是 甚至是最好的朋友他也不会 在外人面前说话习自如今 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只能是听众 感觉给他三天三夜都有说不完的话 二 一个男人真得爱你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 他会迫不及待地给你介绍他的家人 亲戚朋友恨不得你能早点融入到他的朋友圈 想让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有你的存在 同时他对你的圈子也是迫切地想要加入 很用心地去了解你的圈子 特别是和你的家人 因为他想跟你过一辈子 他会去讨好你的家人 朋友 三 他在你的面前会常常敢于示弱 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最真实的自己 在外人面前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但在你的面前就像是一个孩子 还时不时地对你撒娇 偶尔还会用几句幽默的话语来对你 在你的面前跟在外人面前 他的表现就像两个人似的 四 他会把他的实际情况包 或他的家庭经济情况对你全盘托出 毫无保留 因为他对你是真心的 不想去欺骗你 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疏忽而伤害到你 所以他会告诉你他的月薪是多少 有没有存款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很隐私的问题 可他一旦对你说了 说明他心里真的很在意你 女人们 如果遇到这样的男人你们会怎样做呢 如果是我 我会死死地抓住 毕竟这社会好男人难求 把你们的选择在留言区爆出来吧 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渴望拥有真爱